政壇話題最新我們來看到 藍營總統前選人侯友宜 今天上午是南下秘訪 屏東議長周典論 全程談話內容 沒有對位開放 議長周典論的他也 沒有公開露面現身 而會後經過我們記者電話詢問說 是不是支持侯友宜呢 議長周典論說 當然是這樣 希望國民黨勝選 建議侯友宜跟郭台銘溝通 接受願意跟國民黨站在一起 布出屏東縣議長周典論 住處要代表國民黨參選 2024的總統這一趟南下 要來拆彈 日前朱利倫主席的牛鬼蛇神說 今天特別來拜訪 聽聽地方的師父 尤其他非常關心立委的選舉 後遺親自向外界說明狀況 但反倒是周典論 始終未布出館底 讓外界好奇 兩人會談這個多小時 究竟聊了什麼 裡面沒有講什麼 對啊 就來認識一下 打個招呼這樣子 我跟馬總統 大概彼此之間 都做了很多的溝通 中華民國憲法的堅持 民主法制的堅持 以及台灣人民福祉的堅持 包括之前會面前總統馬英九 到底聊什麼 侯友宜也通通只有自己說 要拆彈 要勃感情 民爭取二零二四 侯友也馬上展現接地氣風格 爭取選民支持 就算人在高雄縣醫院 黃明顯服務處 後遺一聽到外頭車禍碰撞聲 馬上跑出來關心 維持一貫李掌伯交際捨萬 期盼在重情重義的深綠選區 更能凸顯個人魅力 好不容易來到國境之南屏東 一路挺他的前立委蘇清泉 也特別舉辦見面會 後遺特別強調兩岸關係重要 或許是知道深綠選區要突破 勢必得要打破意識形態的糾纏 深入南台灣搶票 現場支持者擊爆 能否營造逆轉契機 或許團結與否是關鍵因素 借屏東綜合報導